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11个现任和前任香港和内地官员 说他们损害香港自治并公开他们的个人资料 多个不在制裁名单的政府官员谴责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站说 美国制裁实属横瞒无理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故意公开政府官员个人资料 严重侵犯私隐和危害个人安全 政府无惧所谓制裁的威嚇不怕风雨 全面支持中央政府采取反制措施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站说 一个经常自称尊重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国家 采取起底式严重侵犯个人私隐的行为 并以动客作为手段 暴露他自以为是 逆我者亡的霸凌思维 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原则问题 没有妥协空间 无需担心制裁威嚇 他又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在证据欠缝下 逼中之背景的TikTok卖盘 反映一间在当地合规经营的成功企业 成为被打压和抢掠的对象 这些行径粗暴破坏 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市场 和公平竞争基础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说 美国制裁官员做法极不合理 他说不担心会被制裁 无线电视记者闪志报道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 正是严肃处理涉及反修例投诉的教师 严重的可能被取消注册资格 反修例事件至今有9000多人被捕 当中四成即是3700多人是学生 教育局早前说 部分教师在反修例事件中涉及专业失德 至今收到近200个涉及教师的投诉 局长杨润雄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正是严肃处理 重新要将不专业的教师抽出来 犯错较轻的或者会被警告 严重的正是考虑取消注册资格 杨润雄又说上个月初 已经发了初步指引给学校 会将港区国安法 联同宪法 基本法等列为国民教育 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同和理解 由于老师或缺乏国家安全的观念 局方会提供教材协助老师 母线电视机就在刘俊玉里面 一个驻守机动部队的男警 初步确诊新冠病毒 警方在社交网站说 那个23岁的男警 昨日自行到指定诊所接受检测 之后收到通知结果呈阳性 由于他正是接受训练 没有接触公众 最后一日上班是在上个星期五 警方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 南警接受训练的基地 而和他有紧密接触的警务人员 获安排在家工作和接受病毒检测 另外多4个患者病逝 累计增加到51人死亡 那4个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 包括名外医院一个90岁的女病人 她在7月22日因为腹痛和肺炎入院 北区医院一个88岁的女病人 7月23日因为发烧和咳嗽入院 屯门医院一个78岁女病人 属于康和护鲁中心群组 在7月27日因为发烧和咳嗽入院 以及是玛丽医院一个81岁男病人 她在上星期二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入院 医管局说那4个人入院之后 情况持续恶化分别在今天病逝 政府最快两个星期后推行全文字院检测 有份负责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玉 认为除了长者、幼童 应该由市民自行采养 大约24小时有结果 计划要大约两个星期完成 她不认为会影响整体成效 一次过免费全文字院检测 由三间在香港的内地机构负责 当局在敲定细节 又负责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玉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粗话 要短时间完成 但原则是由市民自己去采集样本 长者、幼童等需要支援的群组 就可以派人协助 又认为可以有不同的采养方式 有专家曾经说 没有禁足令下做全文检测 为了效果 应该五天之内完成 因为病毒的潜伏期大概是五天 不过三间检测公司 每天可以做大概五十万个测试 胡定玉承认 如果全民参加 需时大概两个星期才完成 但不代表没用 例如本来有两千个 找到一千个都好 做全民测试 除了现在防疫之外 也为第二时我们开关的时候做准备 有没有想过 一两个月住在武汉的人 去到哪里人都很害怕 但当他做了全民测试之后 去到哪里都没有人害怕 因为做完之后 发觉原来全个武汉德国 几百个还是有大菌 胡定玉强调 今次计划 检测公司只会做检测 不会收拾样本 不会接触到个人资料 母线市记者陈家印报道 美国单日新增超过 五万二千宗新冠肺炎病例 累计超过五百一十四万人受感染 超过十六万人死亡 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向疫情下受打击的国民 提供额外财政援助 他又批评民主党无意就纾困方案达成共识 民主党反指特朗普的措施草率 损害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议员 就新一轮疫情疏困方案谈判破裂 总统特朗普星期六签署行政命令 擾国国会延长部分疏困措施 包括继续向失业人士发放额外救济金 金额由之前每星期六百美元下调至四百美元 州政府需要承担四分一费用 招满征收全年入息少过十万美元人士的新讽税 欢迎学生贷款领息自到年底 以及招满驱逐政府资助房屋的租客 特朗普说假如他成功连任 会计划削减新讽税 有批评民主党无意就纾困方案达成协议 特朗普又指责民主党畅议全面以游递方式投票 是为了在选举中作出舞弊行为从中得益 特朗普早前说假如两党无法就纾困方案达成协议 就会签署行政命令 向国民提供财政援助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批评 特朗普公布的措施曹讯 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亦都无以寻求协商 招满征收部分人士的新讽税 更加会导致依靠公币的社会保障制度 陷入重大风险 无线烈士记者梁永山报道 影片分享平台TikTok母公司自折跳动 据报将会入稳法院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 禁止任何人和自折跳动交易的行政命令 美国传媒报道 美国社交平台Twitter正是和TikTok商讨合并计划 影片分享平台TikTok和其母公司自折跳动 面围被华府封杀 华尔加日报引述消息说 美国社交平台Twitter已经和TikTok展开初步初商 研究双方合并的可能性 报道说由于协议将会涉及TikTok在美国的营运 目前未知双方会不会达成协议 Twitter、TikTok和自折跳动未有回应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Twitter市值近300亿美元 和TikTok的资产估值差不多 Twitter要促成交易 需要囚集更多资金 不过有专家质疑 Twitter没有足够的借贷能力 加上公司规模比同样有意收购的微软势 认为微软有更大机会成为最终买家 特朗普早前要求TikTok在下月15日之前出售业务 否则会被全面封杀 他上星期又签署行政命令 禁止任何与TikTok和自折跳动的交易 下月20日生效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自折跳动计划最快星期二入品 控告特朗普政府挑战这项行政命令 指控有关行政命令并不合宪 特朗普政府没有被自折跳动回应 指TikTok危害国家安全也是毫无理据 《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对于华府应该如何处理TikTok 曾经引发白宫内部争拗 财长武音认为TikTok应该卖给美国公司 并说已经和微软高层商讨事件 但白宫贸易顾问南亚罗就认为 应该全面封杀TikTok 批评武音对中国的态度软弱 无线电视记者 风月明报道 日本长期元爆75周年 当地举行纪念仪式 当地朝早11点02分 即是当年原子弹头下的一刻 钟声响起 元爆幸存者、家属 大约70个国家代表等一同暂立 为死难者默哀 手上安倍晋三鞠躬置疑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长期和平公园举行的纪念仪式 规模大减 所设的官礼席也保持社交距离 在1945年8月 美军先后向广岛和长期投下原子弹 日本最终投降 但是长期超过7万人死亡 天气方面 预测天程酷热 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 1点钟气温是33度 相对湿度6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控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12 强度属于极高 新闻报导员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